歡迎收看《袍丁訪行室》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Mandy Mandy 今集你找個嘉賓是企業管治專家 是啊 沒錯 陳先生在企業管治和會計方面 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陳先生 我知道企業管治 對於尤其是大型企業 是尤其重要 不可滑絕的一部分 那良好的企業管治架構 對於企業方面有什麼益處呢 因為管理層最重要的是一個資訊 因為現在我們所有任何的企業 甚至一個政府的國家 它要把握了最多最有效的資訊 它才可以做一個Decision Making 那這件事是靠一個什麼來的去Maintain 就是一個好的所謂的資訊系統 你現在近這20年 因為資訊科技已經是愈來愈快了 就是說資訊科技是可以決定一間公司 究竟它是成功和失敗的 那個那個 Michael 我就知道香港的中小企 以前很多時候就投資 HIGH TECH HIGH TECH 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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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 很多時候就 60後那些就靠個腦袋去做廠 那些公司的資訊科技 其實有沒有看到成功的那案 現在已經可能 譬如第二代管理 對資訊科技的信任或者依靠 或者知道它的價值 多些呢 在你的會計師樓的新欄裡面 見那麼多 其實呢 現在中小企 第二代管理人 它已經是知道 那個叫IT的資訊科技 對公司是重要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在香港來講 因為香港主要的企業都是中港兩地 中港兩地 中港兩地 它更加是需要一些資訊科技 因為它跨地域 跨地域 它不可以兩邊走的時候 就要靠著資訊科技 也都沒有由老闆走去走去 沒錯 以前走就可能東莞三來一寶 現在東莞那些 鄧小平那時候 叫人去開廠的責任 現在越來越遠了 是的 港到湖南 也有這些 那麼遠了就更加需要了 因為你的資訊科技 其實老闆也沒有可能 看完這麼多的廠 所有的東西 個報告都是 所以它一定要有很清晰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要快 準確 而又是有效率 那麼它的價錢也都不是太貴 因為中小企 它不像是公司拿幾百萬 做一個這麼大的資訊科技系統 有一個設備 所以你看到市面 有很多所謂IT的公司出來的 但是我這麼多年的經驗就是 它們小型企業是很想有IT的服務 也都知道IT的重要 都想幫忙 所以彈性的一些 Telemaid的方案 就反而適合它們 沒錯 因為你一成早做 市面上有很多基本的會計 就可能適合大的企業 多一些 變成如果是這些中小型的企業 就反而是適合它們 適合它們需要的Telemaid的 它可以找哪個部份 譬如傳貨 譬如傳貨的小系統 的蘇生 你練功創有 或者是銷售的report 可以知道我的銷售的情況 或者生產的情況 現在每一個月做的事情出來 這些事情它們可以選擇 適合它們的需要 由重要性一直這樣推廣 然後慢慢整個系統做 所以它們不是不准扔錢 而是因為市面 坦白說 譬如會計師那些 它們是有一個會 去監察每一個會員 去一定的水準 但是IT事件 去保護 是啊 我們 那我打 哥哥上來 都是 哥哥說自己很漂亮 對 最後又有巴掌 對 最後打了兩次 連電話都不通 所以最重要是 背後實力同效的企業 才可以幫到手 對 就好像你們的公司 已經有這麼長的歷史 也有這麼長的歷史 也有這麼強的 人家都會有信心 所以我們之前幾集 Manny說過 譬如軟件工廠 正正就是說 不用可以一開始 就全面幾個月 就上了一整套東西 還有就是說 我買一套系統給你 你的流程就改 不可以 跟我那個 反而不是 如果是 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按照客戶不同的需要 哪部分 就做哪部分 十多萬 那你覺得如果 過去十年和現在 又有第二代管理 又有企業管治這些因素 這個市場 其實是有一種 會不會呢 在你們 會計師樓 很大 因為其實不是單止說 我們的感覺上很需要 因為我們做數 都想客戶的數 更漂亮 會計師的 會計師的角色會不會 就由 之前我都 跟盧會計師 Voylo 有一集說過 就是 會計師的角色可能 都會有轉變 因為大陸出了一個 C-source 這個香港雖然沒有 但是變了 很多 因為中港企業 都是香港的主要 現在大部分企業 都是中港的了 已經 那變成了 以往就是year end 就是只做 我們叫做stature audit 就是核數而已 發生了問題才簽 都要簽東西 那就變成了日常的東西 風險 那些都 那香港的中小營 會計師樓 會不會都會有個轉型 或者譬如Michael 你自己 有沒有這些打算 你覺得前景是怎樣 如果我們中小營的 會計師樓 如果單靠只做核數 坦白說 就做不了了 都沒有了 因為現在工資 什麼都會 那現在我們的角色 反正會是一個顧問 顧問角色 那他們為什麼會找你 你連你同步一下稅 那些是一個routine的東西 但是老闆也會找一個所謂的專家 會幫到他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說 我家公司管理 那管怎麼管呢 當然要有數據 那家公司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是看那個數據 還有賺不賺錢 不是只看那個bank account 那很多的東西 都要員工的部分 軟件的使用 那以往呢 因為電腦的hardware是貴的 所以那些人說 買一套那些lab 都很貴 但是現在很便宜 現在變成了win-win-win的了 是的 我們作為軟件供應商 現在直接不可以 就叫做SAAS 是的 即是說隨用隨租 你又不用買硬件 你可以放一個server 那裡 很安全 又可以保護到 接著按月收費 那你來講 就做個顧問角色又轉型 那企業來說 就這次不用 就是盲工抓去 我們沒有IT協會監管 可能經過你們作為一個企業醫生 幫他選擇那些可靠的 性格的 順序好的 然後慢慢幫他做 因為其實呢 坦白說 我們想賺的錢 在consulting這個部分 反而會賺到 對 因為你如果做那些盤數 坦白說 現在不會賺到什麼錢 只是純粹做數 工會好像是SME 這個不行 即是大問題 即是說 你的角色 我們是要轉型 沒錯 但我們也有個好處 就是你起碼都是一個profession 你一個會 好靠 那別人會相信你 所以他要 開公司成長的公司 其實你看著他 我們會熟悉他的運作 那你們如果要把這個系統 譬如這樣的資訊 大家分享 我們跟你們談 老闆可能說不到 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你們可以提供到 這些東西是最好的 因為你一開始 我真是大坦白說 也不知道你行不行 但有些人 一整整整整 一整整散散來 不如我 循序漸增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這樣 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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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andy 我不是自己唱自己的軟建工廠 就是說其實看這麼多集 大趨勢的市場 其實是win win win win的 這件事 就是香港企業 不轉型 再只是金融地產 去靠勞工 無論教育出來的人 都有問題 對 香港一定是這樣的 對 在世上所有事情 都要有選擇性 和消費者可以選擇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今集《跑丁火含室》的時間又到了 多謝先生接受我們訪問 多謝Michael 多點合作 多點上來 跟觀眾介紹多點 你們的發展應該值得推廣 好 謝謝 拜拜